4月19日冯绍峰通过微博晒出几张照片 微博写着 为了防止岳父给我加一场裸奔的气 果断把一个刚领养回来的儿子送到他家去了 岳父慈眉善目眼神中充满了母爱 定会好好待他的 网友们也纷纷坐视回应调侃 冯绍峰你放学别走啊 但是对于冯绍峰的调侃 网络名人王小山却骂冯绍峰恶心 随着此微博曝光 王小山也遭到了网友的围攻 网友认为只不过是冯绍峰对韩寒的调侃 没必要较真 但是王小山坚持骂冯绍峰是犯贱 他在微博里写道 一个明星管同龄人甚至比自己还小的人叫岳父 要么你是杨振宁 要么是犯贱 真想不出别的理由 你直接叫爹好不好 并at冯绍峰 优酷全娱乐 王小山放学你别走 整理报道 电影节资讯 锁定优酷 看出不一样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电影节资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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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影节资讯